大家好,我们开始吧,今天这是我们主要讨论的内容,然后Ruth拿到了一个很好的offer,是在casino,是吧,然后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个成功的经验,我首先向他感谢,congratulations。 还有一个,我顺便说一下,那个Ray,昨天下午也跟我联系,他也拿到了一个contract的工作,也是很不错的,那个Ray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也向这个Ray表示恭喜,然后那个在下面就是上次这个Daniel也说了,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一个项目,就是在这个banking industry,等会我们看一下,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参加进来,来进行讨论和探讨。 那我们今天我是要有时间的话,我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BI,就是上次BI在这个CRM体系的应用,我会给大家go through一下。 然后呢,我们还是,我们这是一个session嘛,希望大家能互动起来,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呀,包括学习,面试求职,任何的技术问题,是吧,就是各个方面IT的技术问题都可以在上面带出来,来我们来探讨。 好,那我们现在就请Ruth。 好,那Ruth,那你来谈一谈吧。 首先恭喜啊,恭喜,非常好的照片。 谢谢杨老师,杨老师,那个东西很好。 我就是想说了,我那个,我其实我也学的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说我找这个工作吧,也就是说你们听了我这个情况以后呢,如果就是说能给你们分享点心心,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也特别想听你们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更好的想法啊,就是,就交流一下吧。 嗯,然后我,其实我是多早就找到杨老师,我是三年前,我是九六年的四月份这会儿,就找到杨老师了,然后我就没有能真正开始,到什么时候,到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是跟那个杨老师开始做那个项目的时候,才真正开始学。 嗯,然后呢,那个项目呢,就是,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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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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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有六七次onsite面试全都fail了 然后一会儿我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面试这一块 然后呢这个就是说我我现在找着这个呢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我们公司它现在状态不好 然后裁人 然后我就说也开始找找看BA的工作吧 然后我就在我们家附近找那个BA的 就在India上找那个business analyst 然后就因为这个这个JD你看上去吧 就是它没有那个懂面的那个knowledge要求 它就特别特别一般的那个BA的要求 然后就投了简历 然后然后就真的找面试 其实我面试这个时候 我还觉得就是就是个练习 就反正去因为我总是面试之前不能准备特别好 然后老师到面试的时候面试完了 那我觉得挺后悔的这个这个没又没准备好 然后然后也不涨掉 我们下次去还是不行 然后呢就是这个这次呢就说是练习一下吧 然后问的那个问题也大概就基本上就是 其实是因为是一个PM面试我的 他问的基本上是PM那一块东西 然后正好我工作当中我其实是干这一块的 然后就所以就说呢就说的就还行 然后就然后然后又见了一下他们的那个 反正总之吧就最后就就成了这个 然后呢 嗯 说一下那个就是说学学习这一块吧 学习这一块其实我其实我学不好 但是我呢就通过这个面试吧 我我我我找着点那个说我就是说 我有了一些认识对这个学习 就是说我觉得吧 一开始学呢就是把它那个大的那个框架 知识体系给弄弄清楚了 然后呢重点呢比如说那些概念 比如说反正反正反正那个通过各种途径吧 就是学学 然后呢最最主要的就是说呢 你就是开始想你现在的这个你你在的这个领域 你得从头到尾的设计一个那个设计一个 那个设计一个就是项目吧可以说是 然后那个把那个所有的这些 CM里边你觉得能用上的技术点和那个 和需要你能觉得比如说 不管是在Marketing里边Sales里边还是什么 你觉得能解决到的那个Business Problem 你给它设计出来 然后然后呢到这个这必须得做 因为我没做过这个 但是但是这是肯定那有料没有这个 你去面试你绝对是负用的 问我的问题呢大概就是比如说 一开始我在一个那个 它叫Re-Insurance 就是给insurance公司做insurance的 它当时当时是一个那个 一开始面试是两个 是那个就真正干CRM的那个两个人 他们面他们问我的问题吧 就是其实你通过他们的问题 你知道他们哦对我想说什么 就是他们这些它是这样 就是说比较大的公司吧 它是它是并行的 它有一个部门呢 它是做那个CRM这一块 它其实就是BA 就是CRMBA吧这么说 但是它不touch那个系统 它连那个database都touch不着 它也不会说什么configuration 也都不会有 然后还有一部一个部门呢 它就是所谓debund 它就是做定制化 那然后它这些需求呢 都是从这个CRMBA来的 所以呢这些人呢 他就他跟你谈的时候呢 他就他就是 其实你我一开始跟那两个女的谈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其实他懂得不深 他他平常会做的 可能也就是跟那个 改革部门收集点需求 然后然后pass到这个debund就完了 然后他问我问题就说 你每天都干什么呀 说如果你那个人家上找你说 那个那个修改点CRM里边内容 你会怎么样啊 就是反正你听就就不是特别那什么的 然后 然后然后这俩人呢 就面试完了就很快就过了 然后就就就见那个就见那VP了 那VP呢 VP就更那个什么了 他就更他呢 他就是问的都是DA的东西 问说 啊你这简历提到那优酸 story了 你给我讲的优酸 story怎么回事啊 然后那个说说那个说那个 你们你那个平常你是 但是make sure你那个understand的我你你们那个internal customer requirement 啊对就这些但是我说的不好就是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去反正我说特别不好 然后那个然后呢就对因为那天我迟到了还对那天我还迟到15分钟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那个也是一个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就我说的他他对那个BI要就是powerBI 他一开始就提到了powerBI那个人事部那个人就就老让我在简历上把powerBI多放点东西 但是我也没重视起来后来我看呢我也是特别general就看看怎么使大概怎么连上什么什么样大概步骤把那个dashboard给setup起来 但其实他要求挺多的因为他可能会问到你特别细致就是说你到底做什么样表你把哪些数据弄进来你是怎么把你些table链上的 嗯而且他还问了一个那个叫dash的那个语言在里边你是怎么用的 其实其实就是说到不见得说真弄的那细但是你说你真学吧你花两三天就是那个学学这其实也挺有用的将来 然后呢这个是第二次对然后第三次是一个什么第三次是一个银行 然后那银行的吧就哦不是第三层是一个资金公司那资金公司也对他资金公司他人吧他是比较注重那个那个deliberate的和那个process的 他其实是想看你就是说你交付项目的经验就他主要看你能不能干他对那些business solution呢他倒不是特别在意 然后呢第四次是个银行那个银行呢就怎么说呢他问的问题吧也都挺那个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你那个 哦对就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第二个就说其实在介绍你自己的时候吧其实这个时候吧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很因为这是我我这么多面次唯一 唯一一次有人问说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当有人说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像以前我们同学介绍 就应该买点包袱进去对吧后边你可以展开的说然后呢而且你的确得设计好了我从来没仔细想过怎么说这个事 其实然后呢那个之后呢他又问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说嗯对说那个嗯你你你你你喜欢自己一个人工作还是想跟团队工作 这是是那个旁边的小姑娘问的就是她没什么经验然后然后这个然后再加然后呢是就那拍着慢着问说你那个啊对他说你那个嗯你在你在做项目中有什么失败的经历 然后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我我现在找的这个BA的这个呢就其实挺乌龙的就是就就就就一开始见这个这个PM吧他晚去个半个小时的 然后我一开始就跟那个HR聊HR聊就是就没聊不出什么东西了就是呃反正我说什么他就都觉得挺好的然后然后那个嗯然后到了那个PM来了以后呢就开始问一些就说啊你怎么跟Cholder打交道什么的 因为因为因为那些呢就是平常我平常我平常我觉得工作中是老接触到这些所以我就说跟他能说起来能有点共鸣吧就是说然后说就完了就可能也就二十多分钟就就就结束了然后呢嗯就见他们的那个VP那VP那老头呢 基本上没问我什么就是他自己说说了十五分钟就让我走了然后我还说我说肯定没什么气然后又过两天嘛就是这个这HR就给我打电话这时候啊他才跟我他才问我说那那你会编那些东西吗什么呃什么画那些流程图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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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那那那你知道怎么分析什么的吗我说我我说那些我说那些都是那个 BA的那个那个那个最基本的东西我说我当然会了我就告诉我平常怎么使那些呢然后然后他然后他然后他听了他就开始说他说你真的确认你想当BA吗 后来我说我说我说是啊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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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然后他有说一些他们他们部门呃什么他说怎么还没犯呢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每天都不一样吗 后来我说是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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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这个正是正是我想找的这样的那他一听说他说那那行吧他说我那基本上我也知道我答案了然后就过两天他就给我offer了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说总结起来就说吧 就是说要那个什么就是说要那个什么就是说要练习而且要快速调整而且要focus就这么多 好好非常好非常好那个Ruth然后看看线上有没有同学没有问题啊其实其实我那个请这个Ruth来分享呢因为Ruth在整个求是Ruth的性格是这样大家可以看看他大不咧咧的 就是大不咧咧的就是也就是很自然就是这个是吧自然然的然后呢就去谈然后呢也不也不交是吧也不累也不气馁反正是是吧拿到了挺好拿不到也没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啊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Ruth拿到的这个面试的机会都非常棒就刚才谈到了我反正我记不太清楚啊有什么样但是基本上是保险公司 还有银行是吧还有这个non-profit的这种组织其实他这种公司呢 其实他这种公司呢拿到很多其实对我们来说呀因为我看每个同学的求职历程嘛Ruth拿到的这些机会呢还不是我们其他同学求职的 就是就投地典礼典礼的这种机会哎我这个我就比较好奇啦我就说那个等我当时就跟Ruth说等你拿到offer之后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让你来说说你是怎么来投放典礼的就是你是怎么你post到你的典礼了吗你是怎么投放就是哪些你是在哪些渠道来投送典礼的 嗯我是我嗯我我posed过我我怎么说呢我在那个indeed和LinkedIn上我post过但是呢效果不好因为我我我我特别我记得特别早的时候有一个人找的我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反正这么说吧就我这可能是我比较片面的啊因为只是我遇到的事不一定是是对的但是我就感觉至少我 我我那个时候谁们多早就post去年中的时候我就post这样但是我那简历也不好那时候那时候那简历就就就特别就瞎糊弄了一个就就不太好的简历 posed人但确实就有人找我是一个那个做field service 的一个CRM 的人找我但是他那公司不成我去了 他他他他那个他那劲不成就是配的也少然后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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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说不成了他他他他他他他让我做了好像又来你八糟的又是什么什么什么都得管 因为它特小一公司才十几个人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像 INDEED上你post的会不会找你的 都会是一些猎头或者 小公司但猎头有时候 也未必见的猎头有时候 他像什么银行保险公司 什么那些反正做金融的 找猎头也挺多的 但是我没遇到过 然后我在linked上就 从来没人找过我 因为我linked上那个 profile也没怎么弄 特别简单 然后我找工作呢 我用的那个keyword 怎么说呢 我用那个双引号 把那个DynamicCRM给引起来 这样的话你反正就找 就是你看到 就是DynamicCRM工作 或者Dynamic365 我用引号把大家引起来 这是我最常用的 或者呢我就把它打散了 比如说我找那个 Dynamic 对 我写一个Dynamic 然后写一个analyst 不打引号 或者我就写那个CRM analyst不打引号 因为因为你每次 那个不同的combination吧 都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找着一个 那个就是能能看见 不同的工作蹦出来 不知道不知道 他可能就是有的 因为他招聘税子里面 写的写的不一样 他有的时候他还写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他都不写CRM 但是他总会有个analyst在上面 或者consultant 对 或者你就写CRM 然后一个空格 consultant 对吧 或者你就写Dynamic consultant 反正你就能想到 他没那种都用上去找 我找工作的渠道就是 印第的 linked in 然后有时候还在Google上面 我就Google Dynamic CRM Toronto找 然后就没 因为我平常 我上班没事 我也挺烦的 然后我也 我也踏下心里学 我就开始找 找着我的头 反正就是这样 这是经验 其实我这个人 因为我很自信 我就说 我查就是Dynamic 空格 所以说 大家这是我挖掘出来的 因为在求职过程中 我确实看到他拿到的 这种面试的机会 真金白银 而且呢 我说你是怎么拿到的呢 后来我就觉得 你看这个我算挖掘出来了 就是你的关键字 其实你不 就是大家不要单纯的像我这样 我又不去求职 所以说 我说你查这个Dynamics 空格CRM 在你的大都会区 在本地大都会区 有很多机会 但是大家求职的时候 你发现了吗 这个关键字的组合非常重要 而你别说这个 这个如此挖掘出来的这些机会 我觉得他前面 刚才谈到的一些机会 都非常棒 因为在这过程中我知道 是吧 那些机会都是很好 包括现在拿到的这个机会 都非常棒的 所以说这个是 就是在求职的时候 这个关键字啊 有组合的一个选择 是吧 但是别 但是别在上 我就是 我的教育 就是说我 我失败 那个 我失败的 这些教育 就是说我是 该干什么的时候 不干什么 就是这样 就是 所以你肯定失败 就是 就是说 你别老花那么多时间 找工作 其实你不用每天都找 我觉得 隔两天找一次就可以 我找 我是在找工作上 因为我是用找工作吧 来那个 还接我比较焦虑的心情 它不好 我觉得 其实 刚才那个 Ruse也谈到了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就是 因为你那个 LinkedIn也没有去改 其实你看那个 瑞拿到那个offer 他也是 他没有去发简历啊 他们这个 这样不是他投放的 是那个猎头找到他的 你像 上周 Daniel来分享 也是猎头来找到他 他都没有发简历 然后是猎头 其实他那个 猎头就直接找到他了 他是在这个LinkedIn上 把这个profile update一下 是吧 就或者你 你更改你的状态 然后他猎头 就会找到你 所以机会非常多 所以大家这个 要注意 这个今天 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我们在求职 要灵活啊 今天有keyword keyword一定要是 要去灵活 去设置来job的 去设置来job的 是吧 好了 那个先生还有问题吗 我看 先生有没有 你congratulation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 等等等等 好了 我看没有什么 还有吗 还有吗 好了 大家还有没有 没问题 那我们再次感谢 那个Ruza 我们再次感谢 我们再次感谢